欢迎回到单车时代,我是Cole 本周五晚上的时间 我们将会为各位车友带来一周重点新闻回顾 现在就和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一周职业车坛发生了哪些事吧 第一则新闻Nero Cortana 2022叙事代发 Nero Cortana 与新冠肺炎抗疫成功后 今年将与队友一起展开2022的赛季 而本周普罗旺斯环法 将是他中要重返赛季的序幕 Nero Cortana 已恢复身体健康 并准备好参加比赛 而他也说到 回到这场比赛并能够再次发挥重要作用的想法激励了我 如果有机会在这场比赛中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我所说 我会尽一切努力抓住他 这场比赛将为Nero Cortana 拉开赛季的序幕 首先是计时赛的开始 随后是冲刺赛段 丘陵与决赛 就让我们期待Nero Cortana 今年是否创造精彩表现 第二则新闻 MVDP重返自行车赛事 MVDP这位车手在经历长时间的休息后 终于重新踏上自行车 而在去年他被诊断出锥肩盘突出 而医院也告知 只有透过完全休息才能使其有机会完全愈合 去年因锥肩盘突出 MVDP只好惹痛放弃 UCI世界自由锦标赛 在经历一段休息期后才开始自主训练 为了在今年的赛季夺得佳姬 他在LIFE上完成适度的训练后 确认自己身体状况无碍 才决定回到赛事上 MVDP今年赛季目标放在环法自行车赛 而我们也期待之后他在赛事上的表现 第三则讯息 Egan Bernal最新境况大公开 1月底训练过程中 Egan Bernal与一辆巴士相撞 并在医院度过了漫长14天 而他最新的状况已出院 并开始在家中休养 Egan Bernal在Interscreen文章中 承认自己曾经有高达95%会解摊 其中包括11根肋骨及双肺窗孔 他得接受三种不同的手术 来稳定脊椎、脊胸椎和颈椎等部分 医院也证实手术没有并发症 目前正在康复中 Egan Bernal也在Interscreen文章中写道 这是一段很艰难的过程 目前还不确定他需要多长的时间 才能完全恢复 而我将努力康复中并再度回归赛事 最后一则新闻McBannet 呼吁UCI需要加强车队的安全措施 由于近情相关单车赛事状况不断 Bannet呼吁UCI需要加强车队的安全措施 近情Bannet向媒体提出了他的担忧 同时也发布了一份来自2021赛季比赛中的安全报告 包括道路设施和道路交通等 像是在比赛中 车手们在终点前30公里发生撞车事故 后被堵在车流中 这种情况对车手来讲极其危险 过去Bannet曾向UCI提供协助 但都遭到拒绝 并批评UCI在赛事管理上让危险持续发生 他也说到可以用摩托车进行封路防止汽车进入赛道 他也提到向环发自行车赛 会将道路关闭数小时 而UCI被要求对此做出回应时 说并不会发表任何评论 以上便是本周重点新闻回顾 欢迎各位车友在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认为重要的资讯